一九七九年六月三號 台北市私立智人補校 舉行畢業典禮 六十七歲的學生 林寶玉奶奶也是畢業生之一 在六十七歲畢業的林寶玉 也是位兒孫滿堂的老奶奶 林寶玉奶奶的勤奮努力 充分地向年輕學生 展現了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號 台灣歌手隔海聲援 北京天安門運動 特別錄製了名為 歷史的傷口的卡帶送往中國 這卷卡帶分別由 台灣的四家唱片公司 旗下一百多位歌手集體錄製 民眾們將卡帶整理裝箱後 送往機場 同時也舉起了 天安門之火 學生之愛等部條 用行動表達對中國學生 追求民主的支持